这个美国人嚣张地闯进唐人街 先是一掌批断三米厚的板砖 然后叫嚣着要挑战全中国功夫 见到如此场景 叶温系列的男二号罗师傅 直接要上台和他打 罗师傅上来就放狠话 说自己不会留手的 只见罗师傅对着空气耍了一套猴拳 随后便被费特一拳一脚踹向了台 我相信 孩子够大又不滑 罗师傅一定会赢的 接着上场的是七星螳螂的赵师傅 赵师傅话不多说 直接就出招进攻 赵师傅找准时机打了费特几拳 无奈费特的身体素质实属上场 声声硬扛下来后反手一脚 把赵师傅踹倒在地 赵师傅刚站起身 费特上前使出一记手刀外加一拳 直接把赵师傅打下擂台 费特成功拿到了双杀 第三个上场的是行一门讲师傅 费特见到竟然上来个女师傅 也是轻蔑地笑了笑 那他一定没听说过金箍不让须美 蒋师傅上来就是一顿猛攻 两人交手数招后 蒋师傅转身双手一攻一防 打得费特一个猎截 随后继续上前进攻 这下费特也认真了起来 抬起一脚把蒋师傅踹退三米 蒋师傅起身在战 两人又是交手数招 蒋师傅蓄力一拳 打在费特胸壳 才勉强把七打退半米 想继续上前进攻 不料被费特抓准 实际一掌掀翻在地 费特继续紧逼上前 几记摆拳后 又是一记重拳打中蒋师傅 蒋师傅强忍疼痛 再次摆出架势 费特上前直接把蒋师傅掀翻在地 对着其肚子就是一记重拳 还想再来一击 此时一只强有力的脚 直接把其踹开 来者正是永春宗师叶问 见到叶问出手 台下的众人也是热血沸腾 纷纷为其呐喊加油 叶问能不能成功打败嚣张的费特 为中国功夫证明呢 点赞关注看下集